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 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中国高校扩大招生已经将近17年了 按照中国政府的策略 1999年中国高校首次扩大招生的主要目标是 拉动内需 四季消费 促进经济增长 缓解就业压力 然而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永恒的话题 每年两会期间都是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早在今年年初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表示 201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765万人 就业压力很大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则认为 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是一个被渲染炒作出来的伪命题 郑强说 目前中国2000多所高校这一数字 如果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中国的高校反而是严重不足的 不过也有人对这一观点不以为然 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个真问题 因为庞大的大学生毕业人数远远超出了 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的岗位数 每年拥挤的招聘会 为找工作不惜出奇招怪招的求职怪象 无一步凸显出大学生就业确实面临着许多的困难 那么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到底是不是伪命题 为什么原本以缓解就业压力为目的的高校扩大招生 演变成了就业难的问题 中国大学生是就业难还是难就业 也就是有人所说的有业不就 好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参加节目 北京国际国际国际学院的退休教授李判驰 李判驰教授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韩连潮博士 好 欢迎两位 第一个问题 请北京的李判驰教授先来谈一谈 那么中国大学生就业难 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李教授 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 因为这些年扩招 大学生的毕业的总数 一年比一年多 今年应当是突破700万 有可能接近800万 那么我们这个市场需要的大学生 应当讲还是有限的 但不是说这个就业难的 就是最后大家都找不到工作 这里面要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主要我个人认为 今年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几个困难 一个呢 是总的这个就业的人数 大学生本身应当讲 飙升到765万人吧 跌进800万 然后职业学校毕业生 高中 初中高中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大学生 中学生 大约也有700多万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新增青年劳动力 约有1500万 这个我们国家政府也承认 像教育部啊 人设部啊 先后都表示 今年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 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 比较大 还有呢 这个 我们国家的经济现在处于下行 这样的一个大背景 有些企业就提高用人门槛 减少招聘规模 个别的 或者有一些企业甚至停止了 像应届毕业生 这个招聘 这也增加了压力 还有呢 农民工 农民工的群体的数量 依然在稳步上升 这个去年 2015年 全国农民工的总量 是2.7747亿 现在还在 应当是增加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今年的就业形势 应当看到它这个严峻性 因为出现了新的群体 我们在化解过程产能 带来的分流下岗者 这也就是说实际上是 会有些人失业 估计 这个 在这个方面 将有可能 300万人失业 这会涉及到 不同的行业了 像钢铁啊 煤炭 开采啊 水泥啊 造成业啊 链铝啊 还有平板剥裂啊 等等 也就是说 在你看来 就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难 这个情况 实际上还是一个 真正的问题 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是一个实际问题 这是一方面了 好 接下来 我想请这个 我们演播室的 这个韩联潮博士 来谈一谈 就是你是怎么看 这个问题的啊 就是 郑州大学的 这个全国人大的 贵州大学的 全国人大代表 郑强 他说这是一个伪命题 他这样说 那他的道理是什么 他提了两个观点 这个一个就是说 他跟美国来进行比较 美国的这个 人口比例来讲 美国的大学生是比较多的 那么中国的时候 大学生不是 不是少了 而是不够 不是多了 而是不够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 另外一个比较 就是说 他说是这个 不是没有工作 而是是现在中国有 用功荒 用功难 这些个问题 所以呢 就是这些学生 不愿意去 放下身段 去找那些 这个体力活去干 这是他两个的观点 我觉得他这个本身 他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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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他这个观点 本身是一个 伪命题 那么李教授 前面已经提到 好几个层次 一个社会 这个经济转型 一个 这个 经济下滑 还有这个 这个下岗工人 这些都会涉及到 这些个 好 好像是韩联潮 博士的这个 话筒 有一些问题 接下来 我先还是先请 这个北京的 李潘池教授 来谈一谈 刚才接着你的 这个话题 说这个 中国大学生的 就业难 这是一个 真的问题 不是像 贵州大学的 郑强校长 所说的那样 这是一个 伪命题 那么在你看来 中国大学生的 这个就业难 到底主要是 难在哪里 当然刚才你提到了一些 作为这个社会 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 还有这个整个 我们大学生 这么多年 扩招 这个 这个人数比例 还有市场的这个 同时出现了这么多 这个需要求职的工作的人 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跟刚才那个 还不是说的 也是 我感觉到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也确实是实际情况 比如说那个大学生 自身 他有自己的问题 就是他这个一毕业以后 自己这个 把自己看的就是身价太高了 找工作 就想找一个有名气的企业 印象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对吧 如果是这个小一点的企业 他干脆就不去 也不去问 其实很多小的企业 想招合适的这个 这个大学生的话 他们招不到的 因为大学生 普遍觉得小公司待遇差 他们也不愿意去 那个三线城市 二线城市 就想集中在这个 一线城市 北上广 深圳这样的地方 那小的公司 他不愿意去的 我好多学生 到现在毕丽业这么多年 他们一直就在北京 合同换了一家又一家的 所以 这个 这是大学生本身自己 自身造成的一个 比较大的困难 如果他们肯放下身段 到这个 小一点的企业 甚至到中小城市 我想 这个就业问题 不是那么难的 刚才韩联潮博士 这个麦克有些问题 接着刚才的话题 请你谈一下 我觉得这个 就是他这个 郑校长提出的这个观点 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因为他把在这个概念头 偷换了这个概念 本来我们讲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 他说用工难 用工荒的问题 现在实际上 农民工已经很多了 就面临这个下岗的工人 这个刚才 刚才李教探了三百多万 这个下岗而已 没看这个钢铁 那么这些 这个用工荒 用工荒并不是一个 这个现实的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最大的这个难 所谓就是 实际上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问题 那么 政府出面来进行这个干涉 整个教育结构这个产业 它这个结构性存在严重问题 它没有跟社会的这个相适应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大规模的招生 造成了更多的这个 就是说过剩 人才的过剩 我们讲的工作是 学生希望找到 跟自己所学的这个专长 相结合 相适应的一个工作 并不是说 跟它丰满流不相及的 当然应该鼓励更多的学生 到这个二线城市 到一些私人公司去 但是现在招生比较难的 像李教探他本身是北京大学的 这个顶尖大学 我觉得学生就业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难是难在那些个 二逼二哀的这些院校 这些个普通院校 在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的普通院校 这些人找工作 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政府的干预的结果 这个扩大招生 它把这个国家的资源 非常的这个不适当地 放在这些个重点院校上面 所以985院校 211院校 这样的一个结果 必然造成这些普通院校的 这些学生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先请韩联潮博士也谈一下 待会让李教授也谈一下 刚才李教授实际上谈到了一点 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学生 大学毕业生 就是说他可能在毕业的时候 他就业以后 他的这个期待值太高 和这个几十年前 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七十年代末 这个中国刚刚恢复这个高考制度时候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很少 招生很少 大学生被称作是天之交子 是很幸运的 然后大家都认为这个大学毕业生以后 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了 那现在过了三十年 四十年之后 现在大学扩招 招的学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大学毕业生 他实际上 他本身也就是一个 得到的一个最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 如果再去这样 去抱有这么高的 这样的一个就业的 这样的一个期待值 是不是造成了这方面 有没有这样的原因 这方面原因我觉得也有 但是这个我想主要 还是那些个顶尖大学的 这些个211啊 这个985这些大学的 他这个期待值比较高 普通大学的学生 我觉得期待值不会那么高的 但是这个里头 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 跟那个一改情况很像 要大部分的这个资源 被垄断在这个少数的 一些高尖端的这个学校里头 那么这些个普通院校 得不到这种资源 学生的教育质量下降 教学质量下降 培养出来的大学生 虽然人数很多 但是质量给我们7778 给我们过去培养的那些学生 是没法相比的 那工作能力 我觉得也是没法相比的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差距 加上自己不愿意放下心断 又想在国企 因为国企总是有一种安全感 对不对 国企的招工的这个名额又有限 那经济一转型 那更加有限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些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想听听北京的李教授的看法 李教授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还是处于这个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嘛 我们国家目前的形势 就是已经 已经历农业经济时代 在工业经济时代发展了 至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的 处于这么一个过渡期 这个在这个过渡期 最稀缺的应当是技能性人才 我们现在大学的毕业生啊 特别这个 我所了解的北京高校这样的 他们突出都是 基本都是负荷型人才 这个我们市场稀缺的是技能性人才 还有那种能讲知识 发声转化率的人才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业结构 现在还消化不了 这么多高学历的复合人才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一些这个大学生毕业业以后 特别这种名牌大学了 他拿着名牌的毕业证 去竞争一个岗位 这个岗位竞争的人数 能达到多少人 他只招比如说20个人 结果20万人报名参加 所以这个应聘的成功几率啊 微乎其位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残忍的现象 对吧 一些小的公司 甚至都没有人去过问 我指的是这些名牌大学的 所以这里就存在这个大学生自身的问题 另外大学生自身的能力 便没有像 什么想象的那么好 比如说他是名牌大学 他这个应接毕业以后 他这个起心张口 就要多少千 五千八千 就很低的呢 有的都期待什么 你看人上万的 这样子的 有 但是 挺少 所以 谈起个人能力的时候 他都挺神气 告诉别人说 我在大学 干过这个 干过那个 但实际上和这个单位需要的工作 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这个也造成 尽管你是名牌大学 人家不一定 拼用你 好 我们现在线上有 这两位中国的观众 希望参加今天的节目 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接两个电话 第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 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我觉得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 是一个伪命题呢 还是一个真命题呢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的大学生来说 就业难是一个真命题 但是对于那些有关系的 有门路的 大学毕业生来说 那就是一个伪命题 是吧 因为 任何一个省长 市长 县长的儿子 他们就业都不是问题 是吧 因为 对于大多数的大学生来说 就业难是一个真命题 所以说中国的孩子们 在上高中的时候 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我一个同事的孩子 是吧 按照中国的考大学 因为中国的这个本科大学呢 他按照这个等级 分成本一本二本三 是吧 他考上了本一 就是这个本科里边 是级别最高的一个本一 是吧 然后他爸爸给他说 孩子咱儿子咱复习一年 复习一年咱是上个清华 上个北大行不行 儿子说啊 我已经把我的书 全部都烧了 爸爸 不要再给我 我压力太大了 我太累了 我需要休息了 谢谢 再见 这是贺北的李先生 我们再听听江苏的张先生 怎么说 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不太完全赞同 嘉宾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这个大学生 找工作难 是主要是第一个 是由于 主要是由于社会的 不公平性向造成的 因为现在很多找工作的 如果没有关系 你确实很难找到工作 你比如像我 今年四多岁了 我几年以后 我几年都没找到工作 没有关系 就是肯定找不到 就是 第二个就是经济不景气 造成很多民企 就是能容纳很多 就业人口的民企 找不到工作 第三个呢 就是确实是工资太低了 中国的生活成本 远远高于美国的生活成本 对吧 而工资呢 只有美国的几分之一 确实很难生 第二 第三个 第四个呢 就是企业的税负太重了 因为中国 可能跟美国不一样 中国除了正常的一些 企业的税费以外 我们还有一种税 叫养老保险 也是一种税啊 别看养老保险 大概一个企业 比如说 一个人如果拿5000块钱 一个企业就要 额外再支付5000块钱的 百分之四 那个个人再支付百分之二 加息就百分之六七十了 这个税 不包括税 就只有这个养老税 所以是无钱一斤 这个就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负担很重 工资也拿不到钱 企业也交不起 养不起 所以工资一直提不上去 好的 谢谢 这是江苏的张先生 我们最后再接一下福建的陈先生 听听陈先生怎么说 陈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首先就是这个大学扩招 这个造成这个大学生 这个数量过剩 因为现在这个大学 他现在不是为了 这个培养人才 他已经不是这个功能 他现在是为了赚钱 基本上中国的大学生 大多数都是为了赚钱 包括清华北大什么之类的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我们中国的经济结构 是属于这种中低端的制造业 他对这个大学生的数量 他这个要求是比较少的 他可能更需要的那种 是那种蓝领的技术性的工人 所以说像大学生一般都想做 说做什么白领之类的 这种职位是远远的不够的 况且我们这个数量又这么多 绝对是这个岗位是满足不了的 第三个就是 当然那些比如说那些权贵的子女们 他们是不存在这个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在国外 当然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有很多也都是在政府部门工作 或者一些进入行业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我觉得说这个大学生就业难 是个伪命题的 我觉得这个专家他这样子讲 真的是不好的 谢谢啊 好 这是福建的陈先生 好 您正在收看这美国之间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刚才我们是接了三位中国观众的这个电话 他们发表了一些他们的看法 其中他们就是说呢 可能不太很同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这个嘉宾的看法 我不知道北京的李判驰教授 刚才听了这三位中国观众的 他们的这个观点 你有什么回应没有 我觉得目前这个我们国家 这个就业难 确实存在这个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复合性人才 我们现在文科大学生 好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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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更多一些 复合性人才 这个这个 也 在相当的学校里头 像这些名牌大学 他们的目标也都是培养这样复合性人才 可是我们的市场 刚才我们那个福建的那位 那位 陈先生 陈先生 也提到了我们市场 可能更稀缺的是这个蓝领工人 但我这儿可能我们用一个词 就是稀缺的就是技能型人才 对吧 要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做一下调整 可能会好一些 接下来我还想请李教授来谈一谈的 就是最近从中国的这个大学 扩大招生是从1999年开始的 实际上在这个这十几年的当中 中国大学就是扩大的是非常的厉害 就是比如说从 只是从这个形式上 比如说很多专科的大学改为学院 学院改为大学 系都纷纷变成学院了 那么是不是说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升格 那么改成有的学院改成了大学以后 觉得还不过瘾 那就前面再灌上一个中国 这样的一个称号 好多大学就是在这 莫名其妙的在十几年当中 很多大学这个名字改得面目全非 就是说这些大学在升格 在改名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考虑到了 就是说他们培养的人才 他们所设置的专业 是不是社会所需要的 只是为了改名字而改名字 我想有的大学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大学应该讲还是很严重 不是随便就改掉的 但是确实有的从比较小的名字 改得越来越大 原来的什么系 现在变成像外语学院 外语学院原来上就是一个系 对吧 若干个什么英语系 法语系 日语系 然后也就组成一个外国语学院 其实他们规模很小很小 但对外用的这个名字就很大 这个确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 应当是一个趋势 有相当的学校 都想把自己的名字往大改 觉得这样在社会上 或者是将来自己的毕业生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从质量名气啊 可能更具备竞争力 这是一方面吧 但是不能否定我们有一些大学 还是很认真的 他的名字不是随随随便便就改的 对吧 你像我们学校这个名字 我们一直 就一直叫国际关系学院 没有改大学 我没有改大学 但是当然我们用英语说的时候是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就这样子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那个英语系 法语系 什么德语系 这样的外语一种的系 我们也合并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现在也得起一个名字 叫做这个 外国语学院 那就是大学院下边套着小学院 对对对 但原来大学院正用英语讲的是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这是我了解的 好 我先听听韩联潮博士 我觉得这些观众 他们的观点比我讲得好 我非常赞同他们的观点 实际上改名这种扩招 实际上中国的大跃进 教育大跃进 大跃进就是一窝蜂的 盲目的上马 然后造成很多遗留的一些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质量下降 一个就是教育 大专院校这些院校负债累累 负债累累怎么办呢 就要想办法去赚学生的钱 就是他所想的一切 都是为了赚钱创收 跟医院一模一样的情况 那么很多就是 包括中央党校 现在都有赚钱之日 我在过去在读书的外交学院 也是为了赚钱 就是有很多的学院学校 就是为了在外头招人进来 然后为了赚钱增加创收 这个就把教育的性质完全改变了 过去是以培养专业人才 培养优秀人才为主 现在是为了赚钱为主 这样把整个教育质量 往下拽下来 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 未来长远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好 我们线上又有更多的观众朋友 希望打电话心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 有一位是天津的郑先生 天津郑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您好 请讲 这个就业 中国的就业 有些是伪命题 有些不是 伪命题是什么 就是我在一家 中国的重点院校 211工程的 北京天津的一些南科大学 在那个学生宿舍的时候 贴出一个招聘广告 国家母部委 大部委 国务院的学生那个男生 党员学生干部优先 就是说女生可能就业 这种情况 我那个就在学生的宿舍 那个一上楼窗那个那儿立的 这个一种教育歧视啊 就是国家大部委 对女生的不去业 这个不稀罕 尤其现在的文科的 女生主体也多去了 外语啊 法律 这些也多去了 但女生那个就业形势 不太乐观 比那个男生相对来说 是很难的 谢谢 好 我们再来听听江苏钱先生 怎么说 江苏钱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觉得这个所谓说的 这个伪命题的话呢 在某种意义上 是有点道理 因为由于我们这个 社会机制的事情 有很多这个不平衡的问题呢 就由于不符合官方的某些这个观点 就是说没法提出来 就是在某些这个官员的眼里边 他们把他们意志就是 正而变成政策 这样的话就是说 造成了一些就是根本不符合现实的事情 就不受不到批评 而校正这个这个是一个社会机制 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是最主要的 就是说这些 好 这是江苏的钱先生 还有一位山东顾先生 山东顾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刚才听那个有位先生讲的是 伪命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也不在乎这个说法 因为这个中国这些高校 他都是像刚才有位教授 还是有位嘉宾 他在讲 就是常常往上升级 造成这个学生数量大 就是假如说要推过来讲 就这些学生不升级的话 这些学生不升级的话 这些学生呢 他也是面临着就业问题 要么就是初中毕业 要么高中毕业 要么聚效毕业 这个就业的总业 都不减少的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 我个人认为 从中国公布的PMI数字来看 它也是反映中国经济状况不好 造成了就业难的问题 现在我看到最新数字 好像就是PMI 服务业的PMI经理人指数 它的数字一直在50以上 但是制造业 它一直在49以下 在50以下 在49左右徘徊 那就从这个方向来看 就是注定了这个大学毕业生 要更多的考虑 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就业方向 但是呢 现在很多大学生呢 它因为交了高额的学费 它不愿意去做服务业 只想着去做一些比较高层次的管理方面的工作 它也造成一个就业难的问题 好的 这是山东的顾先生 也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就先谈到这 不过呢 我们刚才是接了中国许多的观众朋友的电话 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 那非常的有代表性 而且呢 谈的都是非常的好 好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谈到这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那就是如何看待和评价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不要离开 感谢观看